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让我们可以长进得更快一点 人才的设立其实是非常特别的 在圣经中有很多这样的例证 我曾经听过一个这样的故事 他说有一个人在祷告 他希望自己的生命变得更加刚强 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一个和上帝心意的人 然后他在祷告的时候 上帝就告诉他说 好 你的家门口有一块蛮大的石头 你呢 每一天就要去推那个石头 上帝就这样告诉他 他说只是推石头这么简单 你只要推石头 你就一定会成为一个刚强的人 上帝就说好吧 那我就顺服 然后每天他就去推那个石头 推了一段时间以后 他说上帝真的很大那个石头 我根本推不动 推了很久一直推不动 上帝说没关系 我加给你力量 我与你同赛 我的能力会充满你 能力会覆盖你 你会蛮有喜乐的继续去推 好 上帝既然加我力量 我第二天再去推 一 二 三 第二天去推 石头还是不动 第三天去推 一 二 三 石头还是不动 当他推了又一个礼拜 他来到上帝面前说 上帝我已经推了一个多月了 石头根本就不动 上帝说你要继续去推 我实在推不动 你要顺服 好 我又去推 又推了一个月 还是没有推动 上帝我真的我推不动 上帝说其实从开始的那一天 我就告诉你 你只是去推石头 我从来没有告诉你 石头可以推得动 你是上帝所以你逗我完 你厉害 对 因为你像我要的 并不是要推动石头 其实我给你的是 你可以看一看你的臂膀 你看一看你的手 其实它已经变得更加的强壮 你的生命已经变得更加有力 所以很多事情 我们能做成与否 不是事情的关键 而这件事情 要对我们的生命的影响是什么 是我们做一件事情的主要目的 我再重复一遍 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成 那个结果的成功预讽 其实不是事情的关键 而在于事情 那件事情对我们生命的影响 到底是什么 那个才是我们去做一件事 我们去建立一个人 我们去和人相处 所要达到的那个目的 这是上帝在我们生命中 要经常去做的 我们从圣经我们去看 耶稣其实 耶稣进入职场 其实年龄已经三十岁 我想我们在座很多人 其实比耶稣进入职场更少 我觉得这个职场 主要是服侍的合场 但是其实耶稣在 在三十岁之前的时候 有人说耶稣十二岁的时候 其实就没有再记载约瑟 他的养父其实没有再记载 从耶稣的工作经历来说的话 耶稣可能就是很年轻的时候 非常年轻的时候 可能耶稣就是一定 是一个手工业者 然后用木工 然后又用制造 来维持整个家庭的生计 承担整个家庭的开支 来担当 来去顾及这个家 但是耶稣去等等等等 其实等到三十岁才出来 我经常会去想 其实耶稣十二岁的时候 在圣殿中 耶稣就非常清楚说 我来到地上的使命 就是要救人的灵魂 应当以天赋的事为孽 但是他就等等等 一直等到 三十岁耶稣再出来 那么 耶稣传道的时间 其实只有 三年半 但是你知道这三年半 是耶稣来到世界上 主要的目的吗 那我们再去看 耶稣来到世界上 三十三年半的年岁 耶稣只拿出三年半 去做他生命中 最重要的那件事 最重要的那件事 他只用了三年半 如果是我的话 我就会选说 拜托 在地上只有三十三岁半 而去做你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主要目的 他做三年半 应该二十七岁就工作嘛 就应该进来嘛 应该二十二岁就做 这个新的事工的时候 三年半都是一个坎儿 三年半的时候 都会让我觉得 没有办法了 为什么没有办法呢 因为三年半的时候呢 你一进前驴即穷 你该想的招 你该出的点子 大家对你的新鲜感 然后你对大家的吸引力 也都差不多了嘛 你那两把刷子 大家都知道了 然后大家的状况 你也知道了 因为你开始的时候 都是红尾蓝图 计划 创意 哇出来 三年半基本上也差不多了 除非你是一个 真的是一个 很麻烦 那么三年半的时候 一定会有一个坎儿 就是跨不过去 跨不过去 所以耶稣 用了三年半 做成一件 影响了二十亿人的事 其实不止二十亿人 不止二十亿人 二十亿是基督徒 其实今天很多 不是基督徒 照样受惠于 耶稣基督的恩典 仍然受惠于 间接性的 还是被耶稣影响 这是三年半 那么我告诉大家 一件事 因为耶稣所做的 这件事非常重要 因此 耶稣花了三十年的时间 做准备的工作 做准备的工作 如果那件事情 是重要的 不见得我们从一开始 就踏入那件事 其实前面的准备工作 是非常必要的 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要从这个角度 让大家知道一件事 其实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 每一件事 都是后来你 你能够做那些事的一个积累 这叫后级伯发 清华的校训是什么 清华校训叫什么 后德 还是北大的 应该是北大的 后德赛物 后德赛物 就是你有好的品格 你有好的道德 你有好的基础 你就可以能够承担住 外来的一切 所以建立品格是他的目的 这是同样的一个原理 因此大家要注意 耶稣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把人建立起来 耶稣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把你建立起来 耶稣只对你感兴趣 耶稣对你非常感兴趣 但是你的麻烦是 第一 你对你自己不感兴趣 第二 你对上帝不感兴趣 你对什么感兴趣 你对你能做什么 你对你有什么很感兴趣 很感兴趣 那么反过来 我们大家要注意一件事 耶稣对你很感兴趣 因此我们需要 对别人是什么要感兴趣 而不是要对别人 有什么很感兴趣 这是我们基督徒 要培养的一种习惯 别人有了一个新的电话 哇 你好感兴趣 然后别人有一个 很好的品格 你不感兴趣 那这个很麻烦 别人有一个爱心 不容易让你感动 那别人突然心 买了一个耳环 你很感动 别人新穿了一件衣服 你很感动 你很容易吸引你的目光 很容易激起你的兴趣 而别人拥有了一些内在的品质 如果你不感兴趣 那这个你就变得非常可惜 因为你的生命不带长地 你的生命不能够更新 耶稿最重要的工作 耶稿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人去建立起来 设立十二人要他们尝尝自己同战 要他们尝与自己同战 也要差遣去传道 并给他们全力开队 十二人 西门 耶稿又给他起名叫彼得 还有西比泰的儿子雅各 和雅各的兄弟约翰 又给这两个人起名叫半尼奇 就是雷子的意思 又有安德烈 菲利 巴斗罗马 马太 多马 亚勒菲的儿子雅各 和达太 并奋瑞兰的西门 还有迈耶稣的家略人 犹大 经文其实不太长 这里说耶稣主要是设定了十二个人 耶稣把他们叫了来 称他们为自己的门徒 门徒是什么呢 门徒指的是跟随者 门徒的意思是学生 门徒它不是一个概念 其实呢按照希腊文的语境来说的话 门徒就是 一个一门学手艺的学生 某一个科目 或者是拜在一个老师下面的门徒 门徒的意思 特别有点像金庸小说里面的徒弟 徒弟 就像是父亲一样 从生活到武功 到内功 到技术 到基本的待人节物的 这样的一个训练过程 门徒训练中强调的是 门徒要对师父绝对的顺从 服从的关系 知识传递呢 是一个方面 生命的传递呢 才是他的重心 他会和师父一块工作 和师父一块学习 和师父一块生活 一块一块学生活 OK 耶稣传道呢 在这里跟我们说 耶稣说 耶稣上了山 随着自己的意思 把人呢 挑出来 挑了十二个人 放在身边 有人这么说 三十岁的话 要跟着别人干 四十岁的时候呢 你要学的 为自己干 五十岁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让别人替你干 如果你五十岁 还没有让别人替你干 那你就很麻烦 你就非常的辛苦 因为一个人做呢 会很快 一群人可以做呢 会做得很久 一群人做 会做得很久 一个人做呢 会做得很快 很快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人做决定 一个人指挥 一个人掌握 掌握所有的权利 所以有一些经营上面的一个观点说 创业时期的时候 第一 不要让别人替你做决定 第二 不要把精力花在训练人上 这是很多企业界是这样说的 因为资源有限 还在拿来培养人 那是没有用 把一讲一讲出来 跟就跟 不跟就出局 因为没有那么多的能力去做 但是一群人呢 才会把一件事做得更长久 但是不能长久的根本是 没有办法让一群人 大家一起去来做 那么耶稣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 其实耶稣做了三年半 而耶稣呢 选招了十二个人 并且在这三年半的时间内 耶稣把自己的时间分配上 是把大部分的时间 花给了这十二个人 圣经中经常描述这样的图画就是 耶稣经常给这十二个门徒开小照 单独把他们放在一起 然后给他们一些教导 给他们一些训练 给他们一些 外围有时候会有很好的效果 哇五千人三千人 耶稣都不太感兴趣 耶稣经常说 来来来来退下来 退下来 你们跟我一块 我们单单的一起来 我们一起去处理 然后我们一起慢慢的去做 所以呢 我希望大家两个角度 第一个如果你是一个跟随者 你要学习从别人的身上 怎么样去学 第二个如果你是一个带领者 无论你在企业里面 还是在教会中 还是在我们的一些 在一些具体的事物上 有所委托的话 包括我们团期的组长 包括我们营会的组长 包括我们在一些聚会中 有一些配合 有一些设计的话 我希望大家可以从这段经文中 我们学到几个很重要的要点 第一个请你看你手中的单页 看你手中的单页 我们有三个重要的题目 第一个是什么呢 直远至近 慧眼识人 发现周边的潜力 人才在哪里呢 路加福音由记载说 到了天亮 叫他的门徒来 就从他们中间挑选了十二个人 称他们为使徒 经文中的挑选呢 其实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思 也按照一个重要的一个次序 耶稣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榜样 一个榜样 就是在塑造人的事情上面呢 少就是多 注意啊 少就是多 直就是量 少就是多 直就是量 额 耶稣有一个原则就是 影响少数的人 就能够影响多数的人 就可以影响更多的人 那么 耶稣呢 给我们一个重要的点 就是耶稣行神迹 耶稣讲道 耶稣 耶稣要把天国的教训要讲出来 其实耶稣有很多事做啊 有很多事情要做 但是耶稣给我们有一个榜样就是 他的重心是在人的身上 但是呢 他的重心这个人是什么呢 是少数的人 很多人会知道说 很多人会知道一件事说 重点要在人身上 但是不知道一个原则 其实不是多数的人 是少数的人 你看啊 耶稣其实是从很多人中间挑选了五百个弟兄 从五百个弟兄中选了七十个门徒 从七十个门徒中选了十二个使徒 从十二个使徒中选了三个最亲爱的门徒 都有层次的 都有层次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是神 但耶稣也是人 他的经历和他的时间是有限的 怎么样呢 他就选择了和少数的人建立更亲密的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少数 一个人很有能力的时候 人就很喜欢大的 很喜欢多的 因为那样才能够体现自己的价值 喜欢更好的感觉 喜欢更好的感觉 但是耶稣给我们一个榜样 其实是反过来的 反过来的 你要把你的时间和精力 放在那几个少数的人身上 少数的人身上 而这几个少数的人呢 被你影响的时候 他们会这样代代代的影响下去 而这个少数的人从哪里去找呢 少数的人是怎么产生的呢 耶稣我们刚才读了这段经文会发现说 这些人其实他们有什么 有彼得 有彼得 有雅各 有约翰 有菲利 有巴格罗马 有安德烈 有马太 有多马 这里面其实有蛮多的兄弟 彼得的弟弟是谁 安德烈是 安德烈是亲哥俩 约翰呢 和雅各是亲兄弟 并且雅各约翰 彼得 安德烈 这四个人 其实从小就是在一起长大的发小 能听得懂发小吗 就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并且在一块工作的 另外耶稣的团队 大部分是哪里人 是加利利人 耶稣是哪里人 耶稣是加利利人 耶稣是北方人 我告诉大家 只有一个南方人 我不是说中国南方 是犹太的南方 犹太的南方是谁呢 犹大 麦耶稣的犹大是南方人 你看哈 这个加利利巴勒斯坦地的 南北方的差距 和中国的南北方差距 也有也很相似的 因为南方是什么呢 南方是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是经济文化的 一个中心 那么是 是人节地灵的地方 那个地方的人搞政治呀 搞手啊 一般的就是 祭祀呀文士啊 这些地方一定都是南地这个地方出来的 北方那边出什么呢 北方出奋瑞党 奋瑞党是什么人 叫罗马人来看就是恐怖分子 按犹太人来说的话 就是民族主义的游击队 八个铁路啊 然后呢下个庄啊 在路上挖个坑啊 然后呢让罗马人走的时候 光摆下两个去 然后这种人都是谁干的 就是北方人干的 北方人是什么 就是加利利人干的 那耶稣是哪里人呢 耶稣其实是北方人 我想问 你们觉得加利利人和犹大人 他们有没有文化的代沟 有没有个性的代沟 一定有的嘛 一定有的嘛 还记得吗 耶稣是拿撒勒人吗 耶稣是生在拿撒勒 巴多罗马一听说是 一听说耶稣是拿撒勒的时候 巴多罗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 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 你知道这个地方表示什么 有地域观念的 有地域观念的 而耶稣的选择 我不是要给大家一个地域观念 我也不是给大家一个文化观念 我给大家一个观念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在南方 你还是活在北方 如果你是在北方 你活在南方 如果你在菲律宾还活在中国 你在中国还活在菲律宾 那你会非常辛苦 你非常辛苦 辛苦在什么地方呢 耶稣给我们第一个榜样是 人才就在你的周围 你要留心去看 人才不在外面 我觉得这个人才 可能一定是人才 对你来说不是人才 人才从哪里来呢 人才就要从熟悉的人的身上去找 人才从哪里呢 在熟悉的人的身上去学习 耶稣曾经到了自己的家乡 而家乡的人是不学习的 家乡的人说 哇讲得很好 一开始 哦那不是那木匠的儿子吗 因为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 让他们不能够从耶稣的身上去受教 我以前有 我不知道有没有给大家分享过 其实人是不容易从熟悉的人身上受教 为什么呢 第一人骄傲 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人我们容易受教呢 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外来的和尚真的会念经吗 外来的和尚会不会念经 外来的和尚真的会念经 为什么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是因为你准备好了 有听 本地的和尚不是不会 是因为你觉得他不会 他就不会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其实一个人如果能够学会 从熟悉的人身上 你会从熟悉的人身上 熟悉的环境中 惯性的思维中 能够不断的发现 不断的学习 你的身边一定会有人才 你也一定会是人才 你也一定会去长进 耶稣其实并没有 举贤必亲 耶稣没有必亲的 耶稣举贤是把 亲近的人其实是都带在身边 再反过来会想说 如果熟悉的人 你都带不成熟的话 熟悉的人 你都没办法带的话 那问题出来了 你能带什么样的人 所以熟悉的人 要给我们一个挑战 我们永远觉得说 因为我们太熟悉了 所以我带不成 然后因为陌生 因为距离 你就可以能够去带吗 不是的 耶稣说 若有人不能照管自己的家 就不可以照管 神的教会 如果我们的太太 不能让我们学习 如果我们的家庭 不能够让我们学习 如果我们的教会 不能够让我们学习 如果我们身边的人 不能够让我们学习 如果我们相处聊 这么多年的人 我们在一起 都不能相处的话 那我们能够和 什么样的人相处呢 我们这么了解他 我们这么知道他 他的个性 他的嗜好 甚至他喜欢吃什么 我们都知道 而我们的理由是 我们仍然没有办法 为什么 因为我们骄傲 因为我们不愿意 从身边的人 人的身上学习 甚至当身边的人 有点成就了 我们很容易忌妒 我们有观念 我们有观念去看身边的人 所以 耶稣给我们一个榜 他把眼睛不是放在外面 而是放在里面 放在周围熟悉的人的身上 我真的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这个有一次 华人界最有名的一个讲道人叫唐重荣 那唐重荣有一次在台湾讲道的时候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其实起码有15年了 我记得他在讲道的时候 他呢就 他就讲着讲着 他就生气了 他生气了 因为他是蛮喜欢很多人来听的 他讲着讲着以后 操办他讲道的那个人呢 叫赵天恩 也已经死了 那个人去 鼓励他去台湾去讲 在台湾去讲 然后台下有多少人听呢 有两千多人听 两千多人听 两千多人听 应该很棒 但是唐重荣是一个 一万人来听 台湾觉得 台湾觉得有意思的人 所以他讲了讲着以后 他就说 台湾这个地方是怎么回事 我来讲道 他有两千人来听 一次他觉得两千人来听 觉得有点失落 有点失落 但是呢 后来呢 他里面突然明白一件事 因为他在这里讲完以后 这个赵天恩呢 他有一个机构叫中国福音会 就把唐牧师的讲道呢 录成那个录像带 还有呢 那个卡带 那个那个就是我们过去用的那个 那个我们叫磁卡带了哈 把它全录出来 然后呢 想办法偷运到中国大陆来 运到中国大陆来以后呢 我们就拿到以后 那我们一个二十多个线 我们能拿到一套 拿到这一套怎么办呢 我们就开始集体学 集体怎么学呢 就是放一句 咔嚓按下来 大家全抄 然后再放一句 咔嚓按下来 然后去抄 所以就把它的东西呢 全抄 我们 我们会 抄了以后呢 如获自保 如果你想借一下 你得巴结他 你得巴结他 借一下看看嘛 我记得我们有一个传道人 然后呢 他就 我们叫他唐弥 我们叫他唐弥 就唐童隆弥 然后呢 他就抄了很多本 一本一本 抄了很多本 然后我们就 有时候你清的吃面条 然后呢 借出来 然后大家去看 有一天唐童隆 也知道一件事说 感谢主 原来我在这里讲 是给2000个台湾人讲 但是其实有20万 同样讲华语的人 是来大路听 那他自己去的安慰 我讲的一个意思就是什么 其实 身边的很多东西 我们都不会珍惜 很多的资源就在你身边 很多的人才就在你身边 很多可用的人就在你身边 这是耶稣给我们的一个榜样 第二个榜样 挑选人才呢 不可忽视你的直觉和祷告 当耶稣去挑选这12个人的时候 耶稣是从很多人中选出来的 我在这里说的直觉 不是说用眼睛看 而是用心去看 直觉是不是最靠谱呢 我讲的是说 其实直觉不一定靠谱 但是在选拔上面的时候 耶稣给我们一个榜样 越有经验的领导者 他的生命就会越来越准确 当他越来越准确的时候 其实在用人的事情上面呢 你要有一个很重要的感觉出来 那个感觉从哪里来 就是祷告 就是去祷告 而这个祷告呢 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就是耶稣圣经描述 耶稣祷告了一个晚上 整整祷告了一个晚上 然后来去选人 来把人选出来 基督选到了一个人是谁呢 选到了犹大 选到了犹大 OK 你们觉得犹大 在你们的心目中 犹大会是什么样的人 坏人 长得贼眉书眼 我告诉大家 犹大可能是很帅的 犹大可能是非常有才的 前段时间有人告诉我一件事 我一想有可能有道理 为什么呢 他告诉我一件事 他说哈 犹大为什么会把耶稣卖了 他告诉我 他告诉我一个观点 犹大为什么会卖耶稣 他告诉我的观点就是 犹大有可能会问自己一个问题 说 为什么我在耶稣的门徒中 排行第四名 然后实在想不通 就把耶稣卖了 那如果这个假设是成立的话 他心中会讲 为什么我是第四名 那他应该是第几名 我告诉大家 我告诉大家 犹大很少像彼得那样的奴莽 并且犹大是管财物的 你们知道管财物的人啊 是非常清晰 脑袋是非常清楚的 对成本的计算 对事情的安排 另外犹大是生活的难地的话 其实犹大应当是非常有见识的 并且犹大你看 犹大去做这件 他去卖耶稣 然后呢 卖耶稣的价钱是多少 其实他里面是有成本概念的 不像彼得认为他说 你们的老师纳税不纳 彼得拿 然后一张嘴完了以后 回来爱耶稣的骂 然后一句没过脑子的 就讲出来了 犹大是心机非常重的 思想非常缜密的 财务非常清楚的 然后做事情的 非常的 并且你知道 我说的清楚是什么 犹大一直拿里面的钱 谁知道 耶稣知道 你们觉得彼得知道吗 犹大贪团队里面的钱 你们觉得彼得知道吗 一定不知道 因为要彼得知道的话 彼得半夜就拿着刀 把他捞起来了 对不对 你干什么你 头里面的钱 对不对 彼得一定不知道的 因为彼得这样的人 是没办法知道 这些细节的 所以有人讲说 其实犹大是非常 非常聪明 非常棒的 但是当你知道 犹大的结局以后 其实对耶稣来说 耶稣其实选择 犹大各方面都是 都是蛮特别的 我说的是 祷告是什么呢 当我们去祷告的时候 我们才会把这些人 和上帝连接在一起 你才能够去看 你身边的人的时候 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去看人 我刚才说流行身边的人 这个人 这个个性 那个人我需要 我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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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很多时候 你要注意 你不是选择人才的中心 谁才是中心 上帝 当你自己去祷告的时候 你才能够把你选的人 和上帝进行连接 当你和上帝连接的时候 不仅是你要去服事他 你也更会发现上帝在他生命中的带领 去成全 去连接 去服事 去照着上帝在他生命中的带领 来去建立他 因此呢 我希望大家能够去思考 第二个 如果我们是一个跟随者的话 我真的想让大家知道说 其实咱们教会中 人才积极 咱们教会有很多人 有各种的恩赐 他们的生命中有很多经验 他们在处理各个方面的时候 有的人是在技术方面 有的人是在处理金钱方面 有的人是在经营方面 有的人是在管理方面 有的人是在品格方面 有的人不一样 很多很多这样的见识 弟兄姐妹 礼拜天来到教会 周六来到教会 一定要学习 从你身边熟悉的人身上学东西 因为他就是你的老师 他的生命中有很多观念 是你的生命中要谦卑去学习的 要去领受的 要去从他们的身上去受教的 那么并且在教会的环境中 其实大家也都愿意教的 也愿意去帮你忙的 所以你要有一个受教的心 有一个愿意去改变 愿意能够去接纳 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去 并且你真的愿意去受教的时候 很多东西会改得很容易 我这两年我也慢慢在处理 那个时代我跟麦克大哥 我们在前段时间 我们俩在沟通一个一件事 我们在服饰一个小团契 服饰一个小团契的时候 我们这个团契一个月 我们聚一次会 那这样的时候 当这次聚会议出来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发信息 我们有一个微信的群 然后我们就会发信息出来说 几月几号我们要开始在哪里去聚会了 这种信息一发出来以后 总会出现一个状况 就是这个信息一出来 石沉大海 偶尔有几个人回应一下 说我去 我知道 其实里面有多半的人都不太理你 都不太理你 那不太理你怎么办呢 然后呢就再确认一次 再确认一次以后呢 哎 还是不理你 还是不理你 然后等有一天 当你真正聚会了 他来了 并且他还带了一个人来 并且带来的人呢 也没有告诉你 那我告诉大家 其实这些人 为什么会是这样 第一 他觉得他跟你 很熟悉 因为很熟悉 所以就不需要尊重 你懂我意思吗 因为很熟悉 你就不去尊重 因为很熟悉 你就失去礼节 因为很熟悉 你就变得很放纵 所以这都是一些非常不好的习惯 非常不好的习惯 我们很多生命中的一些点点滴滴 求助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去学习 耶稣和彼得关系很好 但是耶稣从来不放过 一次纠正彼得的机会 为什么 耶稣每一次都是纠正他 然后纳粹不拿 拿 耶稣回来马上就叫他 马上就说他 然后当问题出现的时候 耶稣对他毫无客气 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失去了礼节的时候 就会出现很大的风险 因为我们不容易受教 不容易受教 所以请大家一定记住 无论是你所带的环境 还是你所带的团队 还是你所学习的 请大家学习这些基本的动作 第二个 第二个 我们要去思考的一件事情就是 其实由远 由近到远 发现你周边的潜力 第二个 言传身教 唯一众人 一路数选择的门徒 职业是不同的 每一个都是从职场中 被抓出来的 彼得 约翰 雅各 是渔夫 马太呢 是一个收税的 西门呢 是个愤为党的 然后呢 后来还拣选了一个保罗 是个法利赛人 然后他们的职业背景不同 有穷人 有富人 有穷的叮当响 有富人 然后文化层次 有渔夫 有农民 也有资深的学者 也有官员 门徒的性格也不同 彼得心之口患 然后呢 说话之来之去 约翰呢 约翰呢 平常都闷着 惹极了就会大爆发一次 然后被称为雷子嘛 雷子的性格 菲利和多玛呢 是很理性的 很容易分析 很容易疑惑 很不容易信任别人 这么一个团队放在一起 你们觉得容易不容易 一群无核之众 最简单来说 我们说马太是什么 马太是帮助罗马人收税的 那菲利党的西门是什么呢 是专门杀罗马人的 你说他俩在一块 会是怎么样 你一个卖博谁 对不对 说谁 马太嘛 对不对 你太极端了 反抗也不能用这种 马太一定是这样去教导 一定会去教导 这个西门是这样的 而这一群人 耶稣带着难度 其实一定非常大的 耶稣将这些职业不同的人 性格不一样的人 组合在一起 那么这与耶稣所担负的使命 是很相关的 如果人都跟你一样 你就不需要团队了 人如果都跟你一样 就不需要团队了 你要注意 你是有限的 耶稣的使命是什么呢 耶稣的使命是叫万民做耶稣的门徒 因此传福音是什么呢 在什么人中间就要做什么样的人 当像税吏传福音的时候 谁是最好的榜样 马太 当像废瑞党的人 这些民族精英分子 这些愤青传福音的时候 谁出来讲话是最有利的 西门往那一站 哥们 反正原来都是同行 你是哪个 哪个游击队的 我是铁道游击队的 你是哪个 我是鸿鸿资卫队的 我就打上话了嘛 然后呢 其实这些人的改变 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连接 像什么人 我就做什么人 为要得着什么样的人 这些人的背景 这些人的性格 在很多不同的情形下 都会转化为优势 这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 当彼得作为渔夫 向加利利的农民和打鱼的人 传福音的时候 就成了一个非常有利的见证 而担当着不同样的角色 所以职场就是合场 职场就是合场 不用都来做传导人 其实咱们教会的 大部分传福音 都不是我传的 都是你们传的 人都是那么来的 都是你们带来的 然后做什么呢 就要把它去做好 做生意的 好好经营 上班的 好好的在职场中去做 做学生的 好好的读书 做妻子的 好好的持家 把每一个角色去做好 因为我们的 我们是什么人 上帝就会把那一群人 赐给我们 让我们能够去担当 那么如果我们 作为一个带领者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件事 如果你只是把人 变成和你一样的人的话 你没有办法 你也没有办法去做 而你能够宽广地接纳 理解不同的人 是你能够服事别人的一个开始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连接 所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 耶稣把这样的人放在一起 来俗成 咱们中间这个谁啊 这个 有一个弟兄刚刚读完书 其实读了很好的书 然后来跟我讲说 我准备要做传道人 那我就告诉他说 我是先不慌 你去上班 当你上班一段时间以后 如果你的护照还是这样的话 那你一定是 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神用一生来塑造我们 我们的生命中的每一个阶段 都会成为明天的一个 很重要的积累 愿上帝帮助我们 你的经历是非常丰富的 你的经历是和别人是不太一样的 1996年的时候 我在北京传飞音 传飞音呢 没有饭吃了 然后因为我爸 我爸这个 这个赚来的 这个我爸这个花费的 这个单子 寄讳山东的教会 山东的教会呢 拿这个单子就说 你在哪里怎么这么浪费 花这么多钱 那你知道我花什么钱呢 我看着那个 一梯的小笼包 我站在那边 我站两天去吃一次 也就是说 我两天能吃一梯包子 一个月只能吃15顿饭 然后等我把这个单子拿回去的时候 他们说 你太花钱了 怎么会花这么多的钱 那我五站之内的 我都要走 再远了 我就是登自行车 然后呢 从 从石进山去 去到这个 这个 这个西城东城 全是齐之行车 然后齐之行车去 齐之行车就回 然后 还是觉得花钱多 那怎么办呢 我就回到家去找到我的妈妈 然后呢 我妈妈 我跟我妈妈说 妈妈我要要钱 妈妈说你传到了已经这么多年了 你怎么突然回来要钱 传到人不要钱呢 我就说 把盖房子的钱给我 我妈就非常紧张 她攒一点点钱 然后要为我娶媳妇 要为我建房子 所以我突然回来要钱 她就搞不清楚 为什么要要钱 我说 我另外一个童工 她手里有一万块 你怎么这也应该给我一万块 我们两个人要合伙 我要去卖衣服 我妈妈说 你这是爱世界 然后呢 你这是去爱世界 我说不 我说不是爱世界 我要养活自己 要养活自己 我妈还是不放心 不放心 后来给我五千块 我就把它放在鞋里 把鞋垫放在上面 所以那点钱非常有味道 然后呢 怕丢了嘛 然后带去 从哪里带呢 从山东去背点衣服 到北京去卖 你这些都想得多简单 然后就去卖 早晨四五点钟就去卖 然后去赶早市 因为这样省钱 然后晚上去赶夜市 赶到十二点才回来 然后经常被人追 经常 因为有那个联防抓你嘛 那个城管联防 抓到就给你募收掉了 所以经常跑 所以我们一出去组一个团 三四个人 三四个人 然后有人在那边放着哨 有人就在这边 一键赚个一两块钱 一两块人民币 只要能赚到钱 只要有饭吃 然后还要讲道 还要带教会 还要服侍神 满大的热情 到了快 快到了六七十斤了 但是很有热情 一直这样去做 OK 其实那个时候呢 我就有一天 等转过来以后 我就非常 到两千年 我有机会去读书的时候 我就非常自卑 非常自卑是什么呢 我就会觉得说 很多人也去 一服侍族就去神学院了 我以服侍族 在那里干什么呢 对着那笼包子 那里哭 然后呢 天天给这个联防队的人 去斗争 然后呢 去卖一块两块 OK 所以我 我在三年前 当上帝感动我说 有一天我们要在中国城 开始一个新的教会的时候 我自己深深地有个体会 我不能说 那些开店的人 我能理解多少 在中国城开店的那些人 我能体会多少 但是我觉得说 哦 原来那一段 让我对理解他们 是有帮助的 对理解他们的处境 是有一点点帮助的 我不知道那个帮助是什么 但是我有一点点 能够能够去 所以上帝要让我们的 每一个生命 都要被转化过来 要让我们被神使用 所以我们过去的 所有一切 都不是要让我们 拿来和别人比较 让我们自卑的 因为我们真的不一样 我们原来是个税吏 我原来是个Farita 我原来是个小贩 我原来是个学生 我原来是个博师 我原来是一个大企业家 上帝使用我们 每一个人的精力 转化我们 让我们可以成为 别人生命的祝福 哈利路亚 所以上帝是这样 来去选招 来去这样带 怎么办呢 耶稣把这些人 带过来第二点 言传身教 唯一众人 建立他人的能力 言传身教 神教说 耶稣把他们叫过来 要干什么呢 要让他们 长和自己同战 给他们权力 让他们分派出去 去传福音 耶稣三年传道的历史 就是围绕 栽培这十二个门徒 展开的 注意啊 耶稣这三年半的时间 就是围绕 栽培这十二人开始的 耶稣向我们解释了 什么是真正的传道 传道不是单单 传讲真理 传道是什么 传道是用自己的生命 影响另外一个人的生命 耶稣与门徒生活在一起 透过生活的点点滴滴 去转 是活住天国的样子 活住生命的样子 来去带领别人 所以我们每个人要去反思一件事 你信主到现在 你把 你来到教会 你的很多时间是花在哪里 你如果你的生命中 没有花一段时间 和教会的弟兄姐妹相处的话 我告诉你 你的生命不可能长进 如果你的生命 没有花一段时间 和教会的弟兄姐妹 一起成长的话 你的生命一定是停止不前的 你说我礼拜天有来啊 礼拜天你只是坐在一个角落里 你和别人没有一点生命的连接 弟兄姐妹 我们的孩子怎么成长 其实就是我们花了时间给他 我们把时间花在他那里 所以你要思想一件事情 很多我们这些 做管理者的人 有一个麻烦 我们花了很多精力 怎么去做事 而我们却没有花很多时间 去思考 怎么和人去相处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想说 这个事情怎么把它做 把这个风向怎么安好 但是我们却没有想好说 帮我安的人我怎么跟他沟通 我怎么和他来谈 我怎么样把他训练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会觉得说 风扇我还不知道怎么安 已经让我很做难了 我还得想时间说 帮我安风扇的人我怎么跟他说 我怎么跟他谈 我去你的我自己来吧 所以这就变成一个很大的麻烦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建立别人的生命 因为我们不愿意花时间在人的身上 因为我们不愿意花时间在太太的身上 因为我们不愿意花时间在孩子的身上 因为我们不愿意花时间和别人的 把你的生命给出去 把你的生命给出去的方法 就是把你的时间给出去 把你的时间就给出去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连接 这个训练很简单 我给你们举个例子 圣经中形容 我们要像老鹰一样展翅上腾 我给你们讲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 然后小鹰 有一个非常高的悬崖上面 高得不得了 有时候云才会在它的周边 然后上面一个鸟巢 鸟巢里面有一只老鹰 然后有几个蛋 它就在那边抚养 然后这个小鹰慢慢地戳破这个蛋壳 然后看一看外面 哇 空气很好 没有任何污染 然后看着天上的云 非常非常好 然后肚子开始有点饿 有点饿的时候 它就用嘴戳一戳上面的绒毛 那是它的妈妈 然后它的妈妈就开始飞出去 去飞出去 然后抓到食物以后呢 就脚 它呢就在那边 眼睛都不用睁 就这样啊啊啊 然后呢 它妈妈就把弄回来的食物 精心挑选 最细腻 最柔软 最好的那一块 做成正合它的小口 然后呢 放在它的嘴里 然后它眼睛都不用睁 啊 就OK了 就吃下去 然后呢 吃完这一口 再张开啊 喵喵喵喵 就吃下去 食物从哪里来 妈妈来 然后呢 好吃吧 嗯 这块有点骨头 突出去 然后呢 再来啊 喵喵喵 就咽下去 眼睛都不用睁 吃完了以后呢 就睡觉 啊 继续睡 啊 睡完了以后呢 然后 生个懒药 嗯 一张嘴 又醒了 啊 来来来来 叫叫 然后她妈又出去 呜呜一弄回来 然后呢 再一张嘴 放进去 慢慢慢慢 又睡 然后又饿了 一弄 慢慢又睡 就每天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然后小 小婴的羽毛 慢慢长出来 然后呢 慢慢开始长大 然后永远就在里面睡觉 没事了 哥哥跟姐姐 然后逗一逗 然后玩一玩 然后继续睡觉 然后一饿了 动一动 然后她妈就来了 啊 啊 嗯 嗯 就睡 就每天就是这样 然后妈妈好伟大 哇 我世上只有妈妈好 有这么一个妈妈 我妈妈是世界上 最棒的妈妈 因为她知道 我的及时的需要 按时分量给我 然后有一天 有一天 然后又饿了 然后再戳一下妈妈 然后呢 她妈妈 哦 飞走了 飞走了以后呢 然后他们继续睡 反正妈妈 一会儿就回来 一会儿妈妈回来了以后 然后眼睛不睁 啊 然后一张嘴 什么也没有 啊 又没有 啊 没有 你真的用眼睛一看 妈妈没有带食物 没有带食物 小英雄就非常不开心 为什么 我饿了 妈妈不但不给她食物 妈妈的脸色都变了 啊 世上只有妈妈好 这时候妈妈突然变了 啊 然后妈妈变得像什么 妈妈变得像一个非常可恶的巫婆 啊 眼睛冒着凶光 然后呢 就把她抓起来 然后就把她往 往这个鸟巢外来赶 啊 妈妈妈在这干什么 你不是我妈妈 你是个杀手 你是个坏蛋 你是个魔鬼 然后妈妈不要 求求你 求求你 你别把我弄下去 然后妈妈 永远就是 瞪着凶光 赶赶赶 啊 下去了 小英雄就从高高的宣扬 啊 下去 妈妈杀我了 啊 下去 妈妈杀人了 还下去 快到地的时候 突然 她的妈妈就会 你们看过老英 往下 往下 你们都看过 我刚才讲的这段 你们都看过 是在哪个电视播的时候 我反正没看过 然后老英就 撒下去 啊 那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啊 非常快的 然后小英雄 妈妈杀人了 一下下去 然后抓到她 呼再起来 然后起来 然后 妈妈妈妈妈你真好 妈妈妈妈你真好 等会儿放回去 妈妈妈妈妈你真的救我 啊 很感动 很感动 然后再回来 回来以后 给点吃的 第二天就 她对她的妈妈 就会有一个认知 妈妈会变 妈妈脸次有时候会变 一会儿像天使 一会儿像魔鬼 不是世上自由妈妈好 有时候妈妈也非常可恶 然后呢 心里就 饿了 饿了以后就跟妈妈上 妈妈饿了 好 呃 出去 回来又没有 妈妈你要干什么 下去 不要 下去 不要 呃 又下去 啊 去 妈妈一排抓起来 太方慰了 你能听得懂吗 我知道听得懂 因为就是我们嘛 我们常常就是这个样子嘛 你们礼拜天就来了 又啊 牧师就 打开马尔克 回音第三章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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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然后呢 嗯嗯嗯 今天讲的有点骨头 不 今天讲的没有上司好吃 上司是吐的 再吃肉差点 有点酸 不 弄一边 然后呢 下个礼拜再来了 啊啊啊啊 再这样 OK 然后呢 或者等上帝 啊啊啊 就这样弄 所以有一天 你会觉得说 突然上帝就像是 不是我们那个慈爱的天赋 有的时候就像是 哇 上帝突然变脸了 哇 呼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上帝有时候就会说 你给我下去 啊 你给我下去 不要 你要杀我吗 你不是慈爱的上帝吗 你不是漫有灵命 漫有恩典 下去吧你 啊 下去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能会觉得说 哇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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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拖住我们 他叫我们所受的 不会超过我们所受的 我们有的时候总是说 你把我放在这里 帮我做好 做好 不上帝说 我对你感兴趣 所以有一天呢 妈妈再蹬下去的时候 她就突然发现 嗯 嗯 嗯 我就可以飞了 所以上帝训练我们的目的 是叫我们有一天 可以这样 嗯 可以这样 所以灵修手册 你一定要买 啊 你们觉得我很会推销 是吧 OK 灵修手册一定要会买 你不能够只是 吃别人嚼过的嘛 对 你要吃第一手 第一手营养还大嘛 啊 所以我们的生命 慢慢的这样建立起来 然后上帝让各种的患难 兴起各种的风浪来塑造 所以我相信 当我描述这幅图画的时候 四福音中 你应该看到 很多很多这样的图画 耶稣在训练 在塑造 在建立 是要叫我们成长 唯一以重任 建立他人的能力 啊 耶稣 耶稣给他们权力 让他们去赶鬼 让他们去做 让他们被信任 哎 我告诉大家 耶稣训练他们多久 来 信主超过三年的举手 信主超过三年的举手 OK 哇 谢谢 请放下 你们如果要是 比耶稣的门徒还差的话 我们就觉得 对不起耶稣了吧 其实你看 耶稣的训练模式是什么 就是边学习 边侍否 委托 什么人可以 红桃信主多久 六年 六年才开始做私会 六年才开始做私会 其实我告诉你 我十六岁的时候 人家就给我抄这奖章 然后我去讲道 我十六岁的时候 人家就教我 我讲十六岁可以不可以 我告诉你可以 为什么可以呢 因为十六岁 我能去讲的时候 我讲了 我讲了讲了以后 就不知道怎么讲了 就喊主啊主啊 最后就变成祷告 然后我就跪在那里 然后跪在那里 闭着眼 最后是祷告完的 然后讲了 讲了十五分钟 祷告了二十分钟 然后那场道就下来了 那场道就下来了 所以其实 被信任被委托 要积极地去操练 积极地去做 然后呢 被主去建立下来 第三点 接纳包容 给予挑战 开拓众人的眼界 其实耶稣把彼得叫过来 耶稣跟彼得说什么呢 你是 你是彼得 你是彼得 但是呢 我要给你起个名字 叫什么 对不起 你原来不叫彼得 你原来叫基法 然后现在给他改名叫彼得 从西门改成彼得 然后呢 把他的名字进行一个转换 一个转换 那么亚兰语里面 彼得的意思就是石头 就是石头 有一天 当彼得认出 耶稣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 耶稣就说 我要把盘 我要把教会建立在这盘石上面 因件的权柄 不能够胜过他 彼得其实有个绰号叫 巴约拿 其实是被称为是 约拿的儿子 这些名字我就不细细去讲 有很多 很多这样的意思 安德烈 安德烈本来是 本来是这个谁的弟弟 本来是这个彼得的弟弟 安德烈是个很温顺的人 但是呢 耶稣叫他做大丈夫 成为一个强壮的生命 成为一个强壮的人 雅各和约翰 其实他们后来成为一个 成为一个安慰者 成为一个充满慈爱的人 成为一个 成为一个活住上帝的爱的人 那么两个兄弟 其实本来有一个 绰号叫 伴尼奇 咱们中间有很多伴尼奇 伴尼奇是什么意思呢 就火爆 火爆 雷爆 暴躁 这个性格 性格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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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剧烈 但是耶稣其实 改掉了他的名字 让他成为一个拯救者 成为一个接纳者 成为一个 这个 改变者 耶稣把这些名字呢 其实都转化过来 让他们看见一件事 就是 我挑战你 要让你去做一件很重要的事 我们灵修是为了什么 我们买 我刚才说 我们要去买灵修笔记 三百块一本 为什么要去买灵修笔记 说 我买灵修笔记 为了让我自己有一个健康的生命 那你买一个健康 你有一个健康的生命 为了什么 你为什么要健康 你为什么要强壮 为什么要 开始变得更加属灵 其实耶稣说 来 跟随我 我要叫你得人 如得鱼一样 耶稣给门徒的挑战 是非常清楚的 非常具体的 非常具体的 非常清楚的 然后给他这样一个挑战 让他知道呢 我要挑战你去做什么 我要改变你做什么 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生命 这是耶稣 耶稣对门徒这样一个条件 其实门徒已经进入中年 已经很专业 已经是 已经个性也已经非常成熟 但是耶稣说 来 为着成为别人的祝福 你愿意来去改变 愿意来去建造 来去转化 那么 从我们这个跟随者的角度 来说的话 其实就是 接纳包容 给予挑战 成全众人 圣灵在他生命中的 这样的一个命地 我刚才说 门徒其实是蛮多样化的 他们有不同的层面 他们中间有地下党 他们中间有花禄军 他们中间有革命者 他们中间有贪污者 他们中间有贿赂者 他们中间有 有性格堕落者 他们中间有 勇敢的承担者 但是这些都不重要 耶稣转变他们的个性 让他们知道说 我们这一个团队要去做什么 我们的生命 要成为别人 什么样的一个祝福 而耶稣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转变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就来看彼得 其实当耶稣 选利彼得的时候呢 耶稣其实是把彼得 放在十二个门徒中 最重要的位置 最重要的位置 我有时候真的觉得 佩服耶稣 彼得其实是天生的领袖 我所说的天生的领袖 就是他骨子里和个性上 就是老大哥 是个老大 当他的弟弟看到耶稣的时候 他的弟弟来跟他哥哥 怎么说 跟彼得这样说话 他说 我遇见彼赛亚 就讲完了这句话 然后呢 彼得就来确认一下 你不能告诉彼得说 我告诉你哥 我真的知道 那个人就是 我知道那个人就是 然后老大呢 就一定会是说 你怎么说他是是 只有老大说了是才是 老二说了不是 老二说了是 是不算的 那么对于安德烈 跟他哥哥说 哥哥我遇见了 有可能就是彼赛亚 然后彼得自己就跑了去 然后确认 确认完了以后 他就说 是 谁说是 其实安德烈早说就是 但是安德烈说是不是 谁说是才是 就是彼得说才是 就是 所以这是一个团队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关系 那么当他跟随了耶稣以后呢 其实彼得就很自自然然的 以老大自居 老大自居 所以遇到事的时候 谁出来讲话 一般都是彼得 说的对 还是说的不对 彼得一定要出来讲话的 因为那是 大哥大姐 热心场 一定要把事情 要这样去做的 但是 当彼得 和耶稣的互动中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 他有无数次 他不但跑在门徒的头里 还跑在谁的头里 他甚至跑在耶稣的头里 我告诉大家 其实你去带领一个别人的时候 最考验的一件事就是 你没说他就说 他比你还懂 他比你还知道 而事实上他又不知道 这个是非常难的一件事 但是耶稣一直跟其遇的门徒说 老大是谁 老大是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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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修理老大很多 但是老大就是彼得 我建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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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后来发生一件事 当耶稣定十字架的时候 彼得远远的跟着 为什么远远跟着 又怕 而又退后无力 前进更没力 只能怎么样 远远的看 所以当人问彼得的时候 彼得说 彼得说 我从来不认识他 然后如何如何 讲了那些否认耶稣的话 圣经上说 当耶稣看到彼得的时候 彼得就出去痛苦 那么当彼得出去苦了以后 彼得自己的心里 就留下了一个阴影 就是 我没有办法再做了他 为什么呢 因为在耶稣最重要的时候 否定耶稣的是谁 是我 这件事发生在别人身上可以 发生在我身上就不可以 耶稣怎么处理的呢 耶稣又再一次把彼得 又召回来 在提比利亚海边 再一次托福 那一个图画 我希望大家今天能够看到 就是当耶稣 在提比利亚海边的时候呢 有蛮多的门徒 有八个门徒 坐在那边 耶稣把彼得叫过来 耶稣问彼得了三句话 问的是什么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然后呢 彼得说 哦 耶稣又问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彼得说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又问说 彼得你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彼得说 啊 你让彼得这样的人讲说 主啊 我爱你 其实是很难的 因为彼得不是那种 个性的人 但是耶稣说了三次说 你喂羊 我的羊 你牧羊 我的羊 你怎样怎样 我的羊 其实彼得如果没有遇见耶稣的时候 他只是提比利亚海边 加利利海边的一个女父 但是当你今天去看 在欧洲最有名的教堂 以彼得命名 罗马天主教教皇 说我们的敌人教皇是谁 是彼得 他们说他们的敌人教皇是彼得 不管彼得承不承认 他说敌人教皇 应当是彼得 所以今天我们叫Peter的时候 我们不会把性格暴躁连在一起 而是把一个人的生命的转变放在一起 其实耶稣对一个人的生命感兴趣 花在一个人的生命身上的功夫 才是有价值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是一个跟随者 请你受教 请你受教 参加小组 参加小组 和一群人在生命中的被去建立 如果你是一个带领者的话 你要想一想 其实你手里已经有经验了 你已经有机会了 你已经有资源了 为什么没人 为什么没人 人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 人就是需要我们去委托 人就是需要我们能够去陪伴 能够去建立 这是耶稣给我们生命的一个榜样 因为年轻人呢 没经验 没有经济 没有钱 没有机会 没有平台 那中老年人呢 有一点经济基础 有一些资源 也有一些关系 看问题也会看得别人比别人准 但是你的体力已经不行了 你的年龄已经在那边了 所以其实耶稣被定上十字架以后 其实真正教会的发展在哪里 在使徒行传 真正教会的发展是在后来 后来 所以耶稣把生命中最重要的事 放在他最重要的那个阶段 我有时候从耶稣的演示器上 我们就想说 耶稣三年半花在哪里 花在这里 我就真的会想说 王恩多给王恩田在我身边 王恩多王恩田可能能活八十争 但是在父母身边能够多讲 我告诉大家 只有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都不一定哦 四分之一的时间 他能够比爸爸妈妈都不一定 而我们的精力和时间花在哪里 当你自己信主这么久的时间了 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的精力和时间花在哪里 花在哪里 花 你有没有多花一点时间和基督相处 你有没有常常经历到 主对主赐权柄给你 让你去管理 让你去带领 让你去影响 教会其实有很多周间的小组 弟兄姐妹一定要多多去参加 好好的能够来去服事